波特有意思 他现在是什么有意思 我是莱金贤 今天去访问是阿德 是一个杰克莱阿德 叫Peter Danda 对啊 Peter Danda 他现在说得对就是他 他是一个建筑师 也是一个艺术家 最重要的是他很爱台湾 他是台湾第一创办人 因为他说英文 所以我们也有翻译 刷刷丁 丁志轩 志轩他也是一个雕塑 还有卫兜的艺术家 两位好 我先请问阿德 你是建筑师 那为什么会来台湾 你好 我是建筑师 我第一次来台湾 是跟朋友旅行 那个时候 一个礼拜 我很喜欢台湾有很多 不同的风景 文化 语言 所以我打算回来 交换一年 所以我在台科大 交换一年 做学建筑 就是交换学生 对 在台科大交换一年 学建筑 那你在台北 因为在台北 对啊 对啊 那你跟那个 就是在台湾 学了大概一年上课 然后你就又 又回去节课了吗 没有没有 我会节课毕业 以后我在节课工作 我是一个自由建筑师 自由建筑师 对 多想 以后我学校回来台湾 一个月还是两个礼拜 看朋友去茶园 去茶园 去海边 以后 最后我去年 一月回来台湾 做一个 艺术建筑计划 对 在台北 对吧 宝藏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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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村 所以这样你 你台湾 捷克这样来来回回 差不多 对 像你来台湾 因为你才有说到台湾地 所以你会去茶园 你为什么会接触到台湾地呢 就是我在台湾交换的时候 我之前我 其实我不太知道台湾是什么 我以为是 不知道自由的中国 还是这样的东西 我来台湾 一年 有很多朋友 还是发现很多东西 所以我 以后我会接课 我发现 捷克人 他们不知道台湾是什么 还是他们觉得 台湾是台国 还是 中国 还是自由的中国 在捷克好像没有人知道 没有很多人知道 这个东西 台湾的历史跟文化 所以 我开始 做一个blog 一个 share 一点的台湾的文化 台湾的历史 台湾的电音 台湾的音乐 的东西 我跟我的朋友 还有 我们很喜欢 领台湾的地 所以 所以我们 我觉得 因为捷克人 他们不知道 台湾是什么 但是捷克人 有人是 FORMOS 没遇到乌龙 还是 台湾地 因为台湾地 在捷克很有名 所以 所以 所以我们觉得 那个 那个 台湾地 是一个 很好的 medium 一个 很好的 一个媒介 对 可以 可以讲 那个 台湾的历史文化 之类的东西 对 所以 其实是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兴趣 一个兴趣 对 你说 你喜欢台湾地 我刚刚还有问阿德 说因为 因为他很年轻 年轻人会喜欢什么 珍珠奶茶 泡沫红茶 因为他很容易 看懂 可是他马上跟我说 不是 他喝的台湾地 是那个老人地 对 可是因为像 所谓的 他传统的地 他就会 你刚刚有讲什么 例如说什么 龙井 就会有 不同的口味 对 你怎么喝的 你喝的了解吗 我觉得 是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 首要饮料 就是 就是饮料 不是的 因为他们用 不太好的 加东西 所以 我不知道 是不一样的东西 我来台湾 我也喜欢 喝 那个 首要饮料 三个月后 我 好 我要停喝这个 但是 但是 不一样的东西 对 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从小年的时候 喜欢喝老人家 所以 所以 我习惯了 对 你习惯了 不过因为你 你一直觉得台湾 很特别 你想把台湾的文化 还是台湾地 介绍给捷克人知道 所以你也在像那个 wikimedia上面 你也会把 像维基百科 你也会在上面 用捷克文 把台湾再补介绍上去 那你这样做 你当初的 就是纯粹想要让人家 认识台湾吗 so the reason that you put all the information about 台湾 台湾 culture and on wikipedia it just because you want your people to know to like to understand 台湾 对 其实我 我们前有 有一个 blog 是 Facebook 但是我们觉得 随时从2016年 开始学这个 但是 但是可能 以后我觉得 如果我用 因为我常常用wikipedia 找资料 wikipedia找资料 对 所以我觉得 可能 杰克的wikipedia 台湾的资料 没有很多 还是 是很奇怪的 对 所以 所以我 我觉得 如果在杰克 没有人 喜欢 学这个 还是他们不知道 可能我可以帮忙 所以我 我开 我开学这个 开始写 对 像很多人 台湾 台湾人都会记得说 像在2020年 来年终吧 6月 就是杰克 有参议院院长 叫做 韦德奇 他们大概90个人 很大的团 来台湾 大概6天 那就觉得说 他们很有文化感 而且呢 那时候 你就开始推 这个台湾茶跟文化 进入杰克 这样子的活动 在2016年 你是做什么 我们 学 台湾的文化 台湾的电影 我希望台湾的老电影 和小鞋 这样的张 这些东西 台湾的音乐 我们学 那个资料 以后 我发现 我有看过 写个书 我觉得很有意思 比如 那个 五花果 是五左流的 五花果 这类 台湾 历史的 的书 被出卖的 台湾 所以 因为那个时候 我 我去工作 要打 公车 一个小时 所以我有很多时间 看那个书 所以 所以 我有学很多 这类的东西 以后 有写 那个 blog 以后 我们 我们去 因为台湾茶 是一个 给我朋友 做的计划 我们去 很多 在杰克的小镇 地方 讲 台湾 讲台湾 还有可以喝 试试喝 茶 试喝台湾茶 对 所以 比如我们去 一个图书馆 一个茶街 去一个 旅行朋友的社会 这类的 东西 以后 我还有 这个好笑 因为 我台语 真的不好 但是 但是 我又 做一个 小台语课 你还有一个 小台语课 对 做一个 illustration 所以 这是很 basic 比如 林哲 还是 我爱 阿多瓦 我喜欢阿多瓦 这类的东西 所以你在回去 解课的时候 就是你把 一些台湾你知道的 像 林哲 还是 讲台语 讲台语 你也去很多地方 跟人家分享 对 如果有时间 因为 不是我的工作 是我的 我的 兴趣 我有很多兴趣 所以 所以 如果有时间 还是如果有一个 茶节 还是地方 请我们 我们来做这个 还有一个 布拉克 有一个 台湾 是一个 世界 embassy festival 市集 大使馆 大使馆 的一个 festival 所以他们 他们请很多 大使馆 大使馆 可以 可以请 台湾的咖啡馆 还是 德国的 面包店 这类的东西 所以 他们 他们请我们 给人 看看茶 这样 我们还 我们还 因为我们觉得 中国人 设计要 要发现 文化 比较容易 所以我们 在我们的 e-shop 有茶 但是还有 台湾文化 在 杰克翻译的 台湾文化 不是我们翻译的 就是 有些个人 他们翻译 所以 你可以买 无名音的 无名音的 敷衍软 还是 这类的东西 对 在杰克语 我有点 被这个 吓到 因为我觉得 阿德他讲 他喜欢 杨德昌 还是 侯孝贤的 电影 其实就是 台湾文化 就是 这个年龄 其实 以 你喜欢 这两位导演 他们 大概也是 在你出生 那时候的导演 他们其实不是 这个阶段的导演 他们的作品 大概在 1992 93 其实这样 你这样回过头 就是刚好你出生 一两岁时候 的东西 那你喜欢 吴明毅 老师的 作品 其他都是比较 有本土味 然后 有一点 台湾意向的东西 对 但是我觉得 每个 设计 或者 每个 时候 可能有 好的 好的文化 所以 这样 对 我也喜欢 流行代的音乐 非常好 但是也喜欢 当代的音乐 所以 因为这样 以台湾小孩来讲 我们会说 你有老灵魂 你的 soul is very old 对 还有喝老人茶 因为你还喝老人茶 不过因为 因为他 我觉得 阿德 有一点是 他还把 因为他尝试了 让更多解课人 了解台湾 所以他觉得茶 其实 茶不只是茶 茶是一个 很好的 沟通的 一种东西 因为你在讲 你可以让他喝 你可以去 去解释 这个茶的味道 所以茶 不只是茶 那像 你就如果去 捷克卖茶 会有人买吗 会有人买 但是 但是 因为大部分 的捷克人 他们 有习惯 喝 喝什么样的茶 便宜的茶 比较便宜的茶 例如什么样的茶 就是那个 Pickwick 还是Lipton Lipton 20茶包 就是一个茶包 有一条线 然后把它放下去 去加个水 这样子 对 所以 但是有 有一个 比较 比较少人 他们很喜欢 喝 好茶 大部分是日本的 跟中国的 还有 还有台湾的 所以 这种的人 他们喜欢 因为我们的茶 不是太便宜的 因为 大部分是 有机茶 还是 比较特别的茶 小农人的茶 这些东西 所以 所以 是比较特别的东西 对 其实 我觉得 阿德讲 有一个 你要能够了解 这个文化 你就比较会 连茶都一起接受 就是文化跟这种茶 也是 在一起 所以他又希望 杰克人多了解 台湾 所以他会介绍 台湾茶 可是 其实喝茶的文化 有点不一样 但是他还是在 就是我觉得 他在做介绍里面 我觉得他是 是很用心 可是像你说 像杰克喝茶 是比较像茶包 对不对 然后放在 大部分 大部分 好 会加牛奶吗 还是蜂蜜吗 有 对 如果你感冒 你加蜂蜜 还是蜂蜂 我阿公他喜欢 加五糖匙的甜 五糖匙 加五糖匙的 sugar 对 但是 是我阿公 对 所以 每个人 不一样 对 这样 那像你觉得 台湾的文化 你一直觉得说 台湾人其实有很多 很特殊的文化面 那可能 我们自己不一定有看到 你觉得 你觉得台湾人在文化面 你是很有感觉的 你觉得那个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如果你问 台湾人 可能每个台湾人告诉你 台湾的文化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 所以对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因为你们有很 很特别的历史 有很多 不一样的 背景 所以 放在一个 比较小的地方 所以 有很多 外面影响 被外界影响 对 然后 外界影响 例如你觉得你会看到 日本的 当然 对 中国的 对 我觉得 我觉得 的 behavior 我很想 日本人一点 对 行为比较像日本人一点 那个 小心文化 跟 谢谢文化 对 小心文化 跟 谢谢的文化 对 小心文化 是什么意思 就是 我 每天 我有很多 台湾人告诉我 小心啊 小心啊 小心什么 小心什么 小心吗 我觉得好笑 这个是不是很像 你要注意 要注意 要注意什么 对 好 所以你有 你有发现这个 像你本身 因为你也是一个 艺术家 那你也是一个 建筑师 所以你在 捷克 你有设计过一家 台湾 餐厅 对 他们的 外面的 地方 好 那你也有设计 他们叫 好 好 那家店叫 是开在 捷克 对 在布拉克 但是现在关门了 那个COVID以后 刚好又要疫情 对 那你设计的时候 你把什么样的元素 设计进去 就是他们问我说 他们要看起来 台湾的 小镇的 感觉 所以 我觉得 但是我们在 中欧的布拉克 怎么 怎么有一个 台湾小镇 对 所以 所以 我用 我用很多 植物 植物 因为台湾有 很多 每个地方有 很多 城市里面有 很多 台北 是一个大城 但是有很多 很 很绿色的 我们在 我们在 布拉克 这样 不一样 所以 我还用 我只有 只有用 那个元素 我在台湾 旅行的 元素 所以发现的 东西 比如 很多 湖泥土 湖泥土 对 我觉得台湾是一个 一个湖泥土 森林 在一个 真的森林 就是这样 对 还用 用火的 黑色的木头 木板 因为那个 那个老日本 建筑 如果你去 台北现在比较小 但是如果你去 比如台东 还是小镇 老的小镇 可以看看很多 老的 日本的建筑 他们大部分 用木板 用火 用火烧过 所以他们看起来 比较黑色的木板 所以用 这类的东西 所以其实 我觉得其实 阿德算 对台湾的观察 蛮细的 所以他包括说 像那个地板 其实日本时代的地板 他们是比较黑的 就是他颜色 深很多 而且你 其实那个地板都一样 你还是感觉 那个是很 日本味道 所以你在 把一些台湾元素 虽然你有感受到 一些外国元素 就是日本 中国 就是 你说外国的 influence 你把它 对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台湾的 东西 因为 其实木头 每个国家的建筑 用木头 但是 我觉得是那个 combination 就是 不同的结合在一起 对 有那个 玉林的感觉 跟那个 老木头 还有 忽宁图 自己 我就觉得 这个是台湾的 台湾的 那我问你 阿德 你觉得对 对捷克人来讲 不是你 因为你对我们 已经有一定的了解 你觉得 大部分的捷克人 眼里 他们知道台湾人吗 还是 对台湾人 跟泰 泰国人 中国人 分不太清楚 我觉得现在比较好 对 因为 我觉得是 covid 以后 还有 还有 那个 因为疫情 对 你们 你们 做好帮 那个 PR 但是 有人 他们知道 但是 我有一个 很好的朋友 所以他 他 已经留 七年 知道 我在台湾 住两年 但是 他 他每次 跟我聊天 所以 所以 泰国 怎么样 所以 就是 那个名词 很强 一点 一样 所以 所以 还有 他们 名字 有点像 对 但是 但是 我觉得 对 现在 比较 比较多 捷克人 知道台湾 是在哪里 还是 还是 是什么 这样 所以 其实台湾被 误认为 其实 以前 我朋友 常常觉得 我们是 泰人 其实 很奇怪 一样是泰 他就没有办法 记住台湾 他会记住泰人 他会记住泰国 甚至 有人就会说 那你们 就是中国人 这样子 那阿德 你会怎么样去跟你的朋友介绍台湾 How do you tell your friend about Taiwan? 台湾的风景 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 对 对 捷克人很喜欢 爬山 还是 我们没有 我没有海 我们没有大山 我们没有大山 没有海 对 所以 所以 捷克人很喜欢 台湾 因为 这类的东西 我也觉得 台湾的 风景 很特别 有很多 叫什么 grassroots 文化 grassroots 草 草地文化 你们 你们讲什么 草地 没有grassroots movement 比如 比如 原住民的文化 还是如果你去 草根文化 草根文化 所以现在 我觉得现在比 以前 七年前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东西 对我很 很有兴趣 对 所以我 现在 我 我介绍台湾 我 我说 我告诉他们 这个东西 因为 其实 台北还是 大城的 大城市 的东西 没有太 对 捷克人太特别 因为 是大城 所以 我觉得我 如果 你有这些客人 你可以 介绍他们 台湾的 小镇 还是他们的 风景 他们比较 会有兴趣 对 更本土的 好 其实他 他很有趣 他 其实他尝试着 我觉得 阿德尝试 告诉我们说 其实有很多人 是很向往都会 台北 很进步 可是他告诉我们说 如果他要介绍 捷克人 关于台湾的话 他可能会更倾向 跟他们讲 例如说我们的 原民文化 其实已经 越 我们的不同族 其实已经越讲越深 还是说我们过去 曾经有过什么 其实这块 他觉得更有趣 其实也本来就是 我有 自己知道 自己哪里不一样 才能够跟 别人讲 但是只有讲 自己很进步 什么经济很好 我觉得其实 这个我们大概都知道说 讲那个没什么意思 因为吸引他的 还是要有一些 有文化感跟质感 那种东西 对 那我们今天是 访问到的是阿德 那我们今天很谢谢 那个Sasha的翻译 其实他从捷克 来到台湾 其实是一个很 我觉得他能够很深入到 对原住民文化 对我们的草根文化 其实你也很幸运 因为这种比较对 这些文化的了解跟追求 大概也是最近 这大概十年才开始 如果你更早来 可能也没有 可能 对 那我觉得刚好在这个时候 也很谢谢阿德 我觉得他看到了台湾的 很特殊 更美好 然后也跟他的国家的人 来做宣传 好 我们今天很谢谢阿德 跟Sasha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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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